那我们现在讲这个有关于这个这个边控 边界防控 还有这个援助乌克兰这个法案这个事情 这事情比较重要 比较重要当然是这个会期到目前为止 从今年1月开始这个会期到现在为止 共和党一直要推的这个案子 结果这个案子在昨天呢 在在参众两院都垮掉了 这个垮掉呢 这垮掉是直接原因 当然是共和党里头自己内讧跑票 然后不支持等等这些事情 那么从整个外种环境来看呢 是这个共和党之间跟这个民主党之间互相斗法 然后可以说机关算尽 然后在这一回合上呢 共和党基本上是吃了大亏 那吃了大亏是不是会影响到整个这个2024的这个选举 是有可能的 特别是在国会选举这方面 所以这个问题是比较比较值得大家要注意的 那现在这个国会的问题真的非常非常大 由于共和党是薄弱多数 就是只占了这个少少这个八票 最多只有八票可以挪用的这个票数 所以任何的法案 只要共和党里头自己没有搞定 所推出来的法案 要么这不能通过 要么他要通过的话 就得跟民主党合作 跟民主党合作的意思就是这个法案里头呢 就要有让步 要加入民主党自己本身所要的一些条件等等 那这个案子就不是共和党自己所要的了 所以如果接受了共和党 跟民主党合作出来这个法案的话 那共和党里头内部的人就要闹 所以很多事情在共和党来讲 现在因为他是薄弱多数 他没有办法 他没有办法 他必须被这几个八个到十个 这样子或者最多十八个 这些共和党里头的人呢 去变成他们的人质了 所以这个是现在已经 在这个去年其中选举之后 这个共和党所已经面对的一个 必定要解决的这个问题 所以就是这么简单 那么现在回到这个 有关于这个援助的情况是这样子的 那这个拜登在去年十月就提出个法案 说现在乌克兰要钱 以色列要钱 这个在十一月十二月的时候 他们都需要钱 我们不要拨钱给他们 好 你既然要拨钱 给这些两个国家 来做他们的援助 那么共和党这边就有看法了 共和党说 第一个在乌克兰这个地方 在这个以色列这个地方 那么在以色列拨钱 共和党觉得没有问题 以色列现在受到攻击 然后受到这个明显的恐袭 那加上这个犹太票势力 又是金主 又是票员 所以共和党基本上没有问题 要可以均援这个以色列 但是在这个 在这个乌克兰这方面 共和党就有意见了 共和党说我们现在花了这么多钱 给这个乌克兰打仗 打到现在我们还不知道 到底结果是什么 而且还花多少钱 所以乌克兰这一方面 共和党就有意见 但作为总统来讲 拜登总统就这两个地方 美国的国际责任 他都必须注意到 都必须照顾到 所以他必须要拨款 给这两个国家 那么他把这个钱 拿出来向共和党 向国会要钱 那么共和党借上这个机会 就说好 我们可以给你钱 但是在援助乌克兰这个方面 他们当然也算好了 在援助乌克兰这个方面 这个法案不能够单一成案 我们要把边界控管这个事情 要绑在一起 所以这个案子 本来是单纯的援助乌克兰的案子 那么在共和党的运作之下 这个案子本身就变成两个案子 夹在一起了 就是如果拜登 你要得到600多亿的援助乌克兰 可以没问题 但是你边界要 边界失控这个现象 你要做研究 你要做改善 那共和党讲这个话的原因就是 现在边界已经不得了 已经乱到一塌糊涂了 你这个原因都是因为 你拜登上台之后 你把这个所有的川普的这些 这些过去定的规矩 你全部把它撤销 撤销之后 等于向世界显告宣告 大家都来 赶快来 都来纽约 都来美国 没有任何问题 所以这个所有的各地的这些 这些这些 不同的就不同人士的 都千方百计的 都冲过来 都冲过来美国了 像我们世纪日报 今天做的这个事 这个里面那些 讲的是中国走线客 暴征 那么去年有3.7万人 3.7万人多人进来 被抓了 这是被抓的 那被 现在其实中国人进来的话 都希望被抓 因为被抓的话 就省了很多事情了 被抓之后呢 就可以登记 登记之后就可以去接 然后就可以放出来了 然后等72小时放出来之后呢 你都等着出庭 出这个申请庇护的这个庭 正式庇护的庭 所以这个被抓 反而是好 对他们俩是好事 那么重点在于 CBS这个60分钟 这个节目 昨天就报道这个事情 而礼拜天报道这个事情 这个CBS60分钟这个节目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时事评论 每天 每个礼拜晚上 每个礼拜天晚上7点钟播出 6点7点播出 那这个事情 很多美国人都是几乎很会看的 那把这个事情 做了将近快20分钟的这个报道 那基本上就把这个事情就特殊化了 等于说全美国都必须重视这个事情 而且事情是已经研究到某种情况了 所以CBS60分钟才会去做这个节目 所以说明这件事情 当然他在这个时候拿中国 拿中国来做 当然有这个特别的意义了 特别意义当然是美中之间的关系 另外一方面也是中国这些走线人 不是一般的所谓经济难营 像这个中南美洲这些人 真的是因为家乡 家乡一直是黑道横行 贪官污吏 还有这个经济 经济衰败 再加上这个天灾等等 他们跑过来的 但是中国来这一批人 除了我们刚刚说 类似相对的情况 基本上对中国现在不满 包括没有自由 包括这个现在经济 找不到工作等等 很多人基本跑过来 算是中产阶级跑过来 他们要的就是美国好的生活 美国好的教育 比较自由 等等这样 那么这个事情在整个美国现在南边边界控管这个地方 是形成很大很大的一个政治问题 这个政治问题当然就变成共和党要来炒作 要来把这个问题逼出来 然后希望在这个选举 11月的选举的时候 能够争取到主要的选票 那么让川普重新回来 然后再能够把这个政策重新再改回来 这就是现在的过程 所以移民这个问题 变成一个共和党很重要的一个选战的东西 那么对民主党来讲的话 拜登总统是已经基本上铁了心肠了 他就是不会去改变现在这个政策 这个政策什么政策呢 就是让这些人进来 进来之后呢 有登记啊这些事情 然后就后面去安排这些事情 那么他现在要求什么 他就要求说 那因为要登记这么多人进来 每天将近有一万多人以上进来 所以他必须花很多人力去做登记 那么原来比如说有一百个这个边防部队 结果你抽料了二十个去做登记 那剩下的人就不够照顾这个边防了 所以他现在要求 国会你多给我点钱 我多顾一点人 我把边防做起来 那么共和党心里很清楚知道 说我给你钱有什么意思 我给你钱的意义 你就还把这些人继续放进来 那美国的人口都会改变了 人口结构都会改变 所以共和党基本上不答应这件事情 好了 那今天他把这个案子 两个案子我们刚刚说 他把它绑在一起 希望拜登能够通过 那拜登这些民主党这些人也很聪明 好 你既然要把这两个都摆在一起的话 而且你们希望我能够来对边界做一些事情的话 那好 那我就把边界这个改革边界这个法 我就把它真正所谓做大改革 这个改革做下去之后 用民主党的意思来做改革 使得你共和党你都不敢接受 你都不敢接受 因为我们提出了版本 有很多是真正是有改革的 而且这个改革情况太严重的情况 你连你共和党都不敢接受 举例子来讲 举例子来讲 现在每天根据统计 大概至少一万到一万五千人这样进来 这个还是被抓到的 不抓到的不算 很多人这样子这样无认可进来 进来之后你就要登记什么些 所以让这个后面整个作业都是麻烦的不得了 那么在最近提出这个法案里头 什么说什么 民主党提出这个法案 那共和党也接受了 共和党领导阶层也接受了 这个里头其中一项是什么东西 其实上一项是说 从这个法案生肖开始 我们准许每天只进五千个人 然后进行登记 多了我们就不收 这个法刀定下来 当然听起来是非常好 为什么呢 现在每天有这么多人进来 你要管也管不了什么事 所以拜登政府采取个办法 所以我们只让五千人进来 其他我们都不准进来了 这个看起来 如果不了解这个现状的人都会觉得说 那拜登政府不错了 他们提出一个办法出来了 可是事实上这个情况是什么情况呢 这是因为他提出这个情况 而且立了法 立了法了 立了法了变成什么 原来你根据美国的这个移民法 你都一个都不能够接受 你不要说十个或五千个人 你连一个都不能够违法进来 进来之后你就要马上送走 你不可能接受这些人的 那么现在如果按照民主党这个意思 共和党如果也配合接受的话 也就是说我们制定法了 制定法之后 每天我们接纳五千人 那这不是把原来的这个法律就丢掉了吗 而且你把它qualify 你把它法制化 所以从共和党的角度来讲说 这怎么可以接受呢 原来是根据现状的法律 一个都不能够接受的 你现在不但要我们接受 而且要五千个人 那五千个数字哪里来的呢 怎么定的呢 更不要说 假定说五千个数字定出来的话 那外面这么多人还要进来 那这个外圈就形成另外一个黑市 另外一个黑色市场 地下市场 大家来交易 谁排到第五千零一号 那怎么办 那他的钱挣比较多 或者他塞的钱比较多 就有人形成一个市场 在这边操作这个事情 那这个黑暗面 我们更可怕 我们就先不谈了 所以光是这一点 共和党就觉得说 不对啊 那这个案子谁去谈呢 这个案子是麦康诺去谈的 因为这个案子 现在参院提出来 参院这个版本 民主党这边就提出这个法案 提出来了 那经过协商之后 共和党在这个麦康诺为主的这些 参院的高级领导 他们觉得说这还可以吧 我们可以接受 更重要的是什么 更重要的是这个案子后面绑着 对这个乌克兰的 对乌克兰这个援助 所以从麦康诺这个角度来讲 他在去年 当拜登提出这个案子的时候 共和党就说 我们必须考虑到这个案子 这个案子包括援助乌克兰 非常重要 所以基本上共和党的高层 已经倾向于要接受这个包裹案 两个案子在一起 但是这个案子出来之后 共和党里面的这个右派的人 基本上对这个案子就不满 第一个 他们就不想要去援助乌克兰 花那么多钱 第二个 你提出来的这个所谓 拜登提出来的这个案子 基本上完全是这个假大空 又不见实际 而且就是要就地合法化 所以他们非常不满这个案子 所以当去 当上个礼拜五 这个参院麦康诺说 好了我们达成了 我们终于好不容易 大声跟这个民主党两个协定 这个案子出来了 包括这个边界防控法案 等等出来之后 我们应该可以通过 所以这个案子本来就在今天 就在昨天 对不起 礼拜一的时候 或礼拜二的时候 就要排定 进行这些程序表决 程序表决之后 这个案子可以成案 成案就可以参加 这个院会的表决等等 这个案子已经本身 要进入这个情况 那么在礼拜五出来 这个情况 把这个草案出来之后 很多共和党的人就知道说 你这乱搞 所以在参院里面 共和党的这些保守派 包括像德州的克鲁斯 还有犹他州的 这个Sanater Lee 还有这些人 最半章都反对 所以你这个案子太过分了 你根本不符合 我们自己共和党本来的需要 所以这些人就反对了 所以经过礼拜五案子出来之后 礼拜六礼拜天 这个在共和党里头发酵 那共和党的右派 特别在众院这边 说不可能 你这个案子 你在参院就算通过了 你送到我们众院来 众院是我们共和党为主 我保证你通过不了 就dead on arrival 就是当送到医院就死了 你送到我们参院就死了 所以这个案子不可能会过 所以这个案子到昨天 到昨天基本上已经宣布了 就昨天的时候 麦康罗就说 没办法 这个案子虽然是我们去协商出来的 跟民主党协商出来 但是过不了 过不了这个案子就死掉了 所以这个案子死掉 就等于一食二命了 死什么呢 光死了这个边界案不说 连援助乌克兰的法案也死掉 那不要讲后面还排着 有援助以色列 还要援助这个印太跟台湾 这些法案都不要 都不要 现在都不能提了 所以这件事情本身 在共和党里头就产生内讧了 大家互相骂来骂去 现在基本上有人叫麦康罗 麦康罗这个下台 你这个人是怎么去协商的 你协商这个东西 等于是卖党嘛 我们不能够答应 所以里头已经就要 又开始要反叛了 要让这个麦康罗下台 所以共和党现在里头乱七八糟 这里头 这是第一件案子 就这件案子本身来讲 那么今天的发展是什么情况 就是说援助以色列案子 不能就这样无疾而终 有关于边界改革的事情 也许可以暂时摆一下 但是援助乌克兰这个案子 对我刚刚说是以色列 援助乌克兰这个案子 是不能等的 因为现在今天华尔街日报就说了 这个乌克兰在前线的部队 已经开始配发子弹了 就是你最多只能打多少发 你不能再多打 你多打我们没有子弹了 就是表示说军火已经开始要管制了 就这么麻烦 要等待大家拨钱了 虽然这个欧盟已经拨钱过去了 所以这个案子 这个钱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今天这个民主党的这个 这个多数长领袖 这个苏默就说 OK好 我们来开会 我今天下午就开会 开什么会呢 我把这个案子拆出来 单独这个案子 我不要把这个 不谈这个边界了 我把这个案子摆出来 专门去援助这个乌克兰这个案子 可不可以 所以现在就要进行一个程序表决 那这个共和党已经表态了 我们绝对不答应 所以这个案子在今天下午 现在开始正在谈的这个情况下 基本上这个案子死掉了 死掉之后呢 那苏默呢 苏默呢 我还要强行推 既然你这个单独 就是整个这个援助案 援助案 还有加上这个 加上这个边界案 既然推不过 那么我们今天下午单独提这个案子 单独提这个案子 还有一个情况 那单独提案子 大家要互相讨论 搞得就是公开讨论 公开讨论意思是什么 意思是今天下午到下半段 下半场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各个议员 两党议员出来说 为什么我们不应该支持乌克兰 为什么我们应该支持乌克兰 所以两边就要吵来吵去 这样子一吵来吵去之后呢 比如说全国选民 特别是两党这些关心实际上 选民就会看出来说 我们为什么要支持乌克兰 或者说 为什么我们不支持乌克兰 所以这两党的位置 在选民之间就变成透明了 你要支持不支持就很明显了 所以这个案子基本上呢 是不会过的 但是呢 民主党的意思是什么 民主党的意思就是说 你既然共和党不支持乌克兰 我就要把你暴露在全世界 暴露在所有国际情况 国际的这个国家盟友中心来看 你共和党就是这样子的人 所以这个是政治上的考虑 而不是法律上的考虑 所以这个是共和党 跟民主党今天在这边角力的这一部分 那么昨天呢 还有一件案子 也是共和党输掉 共和党怎么输掉呢 就是这个Johnson 就是议与众院 众院他自己呢 单独提一个案子 要支持以色列 单独支持一个案子 原来这个案子 原来这个案子 跟支持以色列这个案子呢 跟支持乌克兰案子 把它已经拆开来了 本来是两个保 拜登总统是希望 都绑在一起的 可是共和党不答应 所以把它拆开 拆开呢 各自有一个包裹 援助乌克兰去搞边界 那么援助以色列这个地方呢 共和党就说 我们把这个有关于 对这个国税局的改革 还有国税局的这个增加经费 人事这方面 我们把它绑在一起 因为大家知道共和党很讨厌交税的 税越少越好 所以对这个国税局天天要缴税 而且国税局后来在过去几年变成是个政治工具 国税局专门去查这些保守派 特别是保守派有钱的人 或者支持川普这些人 所以今天共和党的人就说 我们要对国税局下手 这个用政治 把这个国税局当做一个政治武器 来迫害我们共和党人 所以他就把这个共和党就把这个国税局绑在这个援助以色列这个法案进去了 那这个东西遭到一些抵抗 遭到抵抗的情况 这情况就不说了 所以这个Johnson最后决定 我们就把这个国税局这个地方先把它摆掉 我们不谈 我们把援助以色列这个摆出来 援助以色列这个摆出来 昨天呢也在众院院会的时候被否决掉了 这个被否决掉的谁主要的 谁是主要的否决力量呢 当然是民主党 我们知道现在在这个因为伊哈战争的情况下 民主党里头有一大堆这个极左派 是基本是挺巴勒斯坦 基本上是挺哈马斯 所以他们绝对不答应拜登总统 所以拜登总统现在为了要支持以色列这个事情 在民主党党里头 他自己本身受到很大很大的压力 很大的批评 因为很多包括年轻人 包括左派的年轻人 包括原来左派的这个议员 都恨 都很讨厌拜登去支持以色列 所以你今天还要花钱去支持以色列 所以民主党是不答应 那共和党是答应的 那这个Johnson提这个案子 也是有他的政治算计 什么算计呢 我就提这个案子 叫拜登大家拨款去支持以色列 我明明知道这不会过的 我知道这不会过的 可是呢 我就要要凸显跟曝露 你们以色列人 你们这个民主党左派是不支持以色列的 是反对犹太的 他有政治上的目的 但这个案子昨天没有过 你众院提这个案子了 共和党提这个案子没有过 这个失败这个仗 还是要算在你共和党头上 好 这是第二件事情 第三件事情是什么呢 昨天几乎同时 几乎同时在这个 要不要支持以色列这个案子的 之前没有多久 共和党又失败了 失败个什么东西呢 共和党这个众院 花了将近快一年多的时间 要弹劾这个Maiakos 就是这个国土安全部部长 那么主要弹劾他的原因 就是因为认为他这个执法不利 国家的政策叫你在这个边界要堵人 要把这些人都抓起来 然后不能让他们进来 但是呢 你这些人不但不抓 你还放人 你不但放人 还给他们各种不同的这些安置方式的 所以共和党就把这个案子呢 把这个矛头呢 就指向这个Maiakos 就是这个国安部长 那国土安全部长 基本上他是一个执行者 他政策是由拜登政府制定的 所以拜登政府里头 没有叫他去阻止这些无政客的话 他没有办法去做 所以他只能执行这个政策 所以共和党就把这个账 先算到头上 如果把Maiakos弹劾掉的话 等于就是给这个拜登一个难堪 就这个难堪 所以基本上是这个案子 结果这个案子 昨天拖到最后结果呢 还是没有通过 没有通过 原来共和党是这个信誓旦旦的 要通过这个案子 要弹劾这个Maiakos 但是就是最后没有过 最后是216票 对214票 基本上没有过 跑了票 共和党里头自己跑票 其中跑票一个是Maiakos 这个人就是原来这个中国政策委员主席的 这个竞争委员区的主席 那他是很受尊敬的 他说你们不能这样搞 他说你们要弹劾这个Maiakos 基本上这个门槛太低了 你这样搞的话 以后谁都可以 谁都可以弹劾部长 这是150几年 150年以来弹劾的第二位部长 如果成功的话 他说这样子不行 我不能接触这么低的 就是我们作为国会 你可以党派支撑 可是你不能把这个门槛设这么低 就随随便便就弹劾一个部长 所以他反对这个 当然在这个弹劾的过程中 共和党自己没有提供足够的证据说他为什么 为什么这个失职 为什么给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画面 这个画面就是说我们天天看到很多人过河过来 等等这些事情 所以你不是能具体说到底这个Maiakos犯了什么罪 什么罪 什么事情 什么事情 所以这个基本上是一个问题在这里头 那么这个问题也包括众议院议长 这个Johnson 他没有算票 他应该把票算好之后你再来投票 他们没有把票算好就投票了 所以跑了几票 那民主党是很团结 民主党非常团结 有一个叫Al Green 这个是德州的一个众议员 他就生病住院了 都开刀住院了 结果民主党昨天还做论语 他穿着医院的病服 做论语把他推到现场去投票 一票都不准跑 你看民主党团结到什么程度了 所以这个是第二件共和党势力 这个势力的事情 所以我们刚刚讲的第三件 所以前面一个以色列的军援案 一个是整个援助乌克兰跟这个 还有这个边界的安全 再加上这个弹劾这个东西 所以合在一起基本上九万弹了 所以昨天在这个国会里来讲 共和党是非常难看的 从参议院一路败到这个众院 那么昨天这个事情 当然对拜登来讲 拜登很火 基本上他昨天利用 在白宫纪念 Black History Month的时候 他基本上就开炮了 他把这个事情全部归纳于川普头上 他说你们这个共和党这些人 没有一个人是有骨头的 都是软骨头 川普一出生你们就吓死了 川普知道你们不要支持这个边界法案 你们就不敢支持这些事情 所以把这些人都骂了一遍 然后把这个矛头骂到川普头上 那川普当然有他的算法了 因为他要打这个拜登 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这个边界事情 因为川普在任的时候边界基本上好好的 没有什么这种吴政客涌进来的事情 搞得美国全市 全美国各大城市 庇护城市都现在受到很大的财政 跟治安上的威胁 所以川普基本上对这个问题是不会放的 如果你共和党在这个事情上跟民主党妥协的话 那他就没搞头了嘛 所以他这样骂他有一部分道理是对的 可是另外一个情况就是现在拜登政府把这个边界的问题倒过来了 明明是因为川普上 这个拜登上台之后 这个边界才会门户大开 进来这么多吴政客 所以这个共和党才要采取 逼这个拜登要采取办法 现在拜登到我来 他说我已经拿出办法出来了 你们共和党不答应 所以这个边界现在继续失控 继续这个情况下 都是你们共和党的关系 共和党的关系 我都提出法案了 叫你们来支持这个事情 你们都不愿意 那怎么能怪我呢 所以拜登这个做法 现在他整个就推这个事情 就把他整个故事颠倒过来讲 就是在未来选举的时候 如果你们要说我没有真正去管边界 那我告诉你 我有管 我的法案提出来 你们不通过而已 那至于不通过的原因 那就是鸡同鸭讲了 那老百姓一半年搞不清楚 只知道你通过了 你提出了 他不同意 他不那个 至于里头认证的细节 一般选民是没有细心去听的 特别是独立选民 他根本没有细心去听 所以这件事情 本来是一个很单纯的 很清楚的 这个边界乱七八糟的这个情况 或者是大城市 庇护城乱七八糟情况 是因为拜登政策的关系 现在越往后走 到今年11月之前 这个议题就被模糊化 所以现在看这个 川普怎么把他拉回来 好 这个是一个 太过 我再次 recognize 你能做 我再次再来 我便去